黄河之水天上来,大禹至黄河。 黄河一词最早建于汉书,当时教河或大河,久远年代以前,黄河上下游不是连通的,距今一百万年,以前的黄河运动,使黄河上游切开基石峡流入林下,兰州盆地与下游贯通。 距今十五万年的共和运动,使黄河上游素原青石到龙阳峡以上,下游切开三门峡东流入海。 岛水入海黄河,是用与济州泄洪的一条主河岛,也是治水的主要工程。 按计划,治水从济州开始,大禹时期的济州,相当于现在的山西全省,河南省黄河以北,河北省西半部及内蒙古阴山以南,东及辽宁省的辽河以西的部分地区,这是与共所指的王纪,及天子直接管理的地方。 东海有两个怪物,一个是天舞,一个是王相,这两个怪物干扰治水,伤害好多治水工人,于请东海神渔国降服了这两个怪物。 渔国又叫他的手下应龙佐宇治水,应龙曾帮助皇帝击败吃油,他对水脉地脉了如指掌,可以很容易划出开掘渠道的路线。 在青州和沿州一带,雨由王屋山开始疏导集水,入黄河,向东进入河子,用水质河子与菊水清水和汇后合入雷下子,再向东北河温水相汇,向北流,然后转向东流入大海。 在应龙的帮助下,在黄河下温州,青州和济州一带共开挖了九条河岛,排水入东海,在这里雨作开结石山,使结石山以西的积水流入大海。 在西城山和王屋山一带,有七个会的行术的人危害,先人西城王军受云华夫人委托,收服了七个个江,与云华夫人派给雨的七个天降,一起合谓天帝十四江,是以后治水中大雨的主要助手。 在王屋山的一个洞中,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,西城王军从一个天生石霞之中,取出一部修炼的书赠雨雨,说道, 倘能将此书中所说秦家修炼,超凡入圣,并非难事,并主赋雨雨,如果修成得到,请将此书安放远处。 这座山就像一根高大的石柱,矗立黄河的极流之中,任积流日夜冲击微然不动, 于将之命名为砥柱山,中流砥柱这一城雨即源于此,从此中流砥柱,作为中华民族一种精神象征千古传颂。 巨灵柱华山,远古时,黄河东岸的首阳山,金山西中条山,和黄河西岸的太华山相连,黄河水流到此,被山阻挡,于是华阴,铜关,潮义等的,变成了一个湖泊,要把这里的水放出去,必须劈开两山,这显然非人力所能做到。 为此,神仙云华夫人邀请巨灵神秦鸿海列柱华山,并会合众神,希望母亲自作证,可谓群仙大汇聚。 只见巨灵神秦鸿海身体渐渐变大,到后来他的身躯变得不知有多么高,他伸出两只巨手,紧紧抓住南面华山的山顶, 顺劈用脚使劲,去登北面中条山的山根,两山被他劈开了,河水从他登开的缺口,向东奔腾而去,巨灵神的左手印留在华山上,所以称为仙长,可是由于用力过猛,华山被他呆裂,一高一低,成了两半,高一些的就是现在的华山,又叫太华山,低一些的就是少华山。 大诗人李白,巨灵咆哮披两山,红波喷流是东海的诗句,讲的就是这个故事。 相传汉武帝当年来登华山时,感叹巨灵神的功德,在华山下建造了巨灵神洞。 唐王维的话月是赞道,西文干昆壁,到华生巨灵,又足踏方指,所用推销城。 天地乎开彻,大河驻东明,岁位西市月,雄雄镇秦京,与开龙门开凿龙门,是制列黄河的枢纽工程,也是制水的主要工程,其工程浩大,包括湖口,木门和龙门。 在这里,黄河被吕梁山挡住,使洪水用色,吕梁山有一个山口,类似湖口,若加以开凿拓宽,可以卸红,于是与开凿的湖口,水晶珠带,与制水,湖口是。 在湖口下游约无底处,是被称为角和之灯的梦门山,河水至此分成两路,从巨石两侧飞泻而过,然后梦门山又河流为一,相传这两个小岛山原为一山,堵塞河道,引起洪水四溢,大雨把此山一批为二,岛水畅流,河水出梦门之后,奔腾而下,直扑龙门。 龙门山原来是一座大山,和吕梁山的山脉相连,挡住黄河的去路,使黄河的水流到这里流不过去,只好倒回头往上流,把上流的梦门山都淹没了,于把龙门山开辟为二,向两扇门,让河水从悬崖峭壁肩奔流而下。 后人怀念大雨治水的功德,趁之为雨门,民间亦有传说,大雨着山至此,久挖不开,遂化身为龙,开山辟时,故约龙门。 在龙门的附近有一条街,叫鲤鱼街,这些鲤鱼逆流渡到龙门的上游去,由本领跳过去的就会变成龙,即所谓鲤鱼跳龙门。 龙门的下游几百里的地方,是昭明的三门峡,与把一座挡住河道的山破成几段,使河水分流,包绕着山经过,好像三道门,所以叫作三门,即,鬼门,神门,人门。 雨着龙门,公垂千古,清姑言武,有龙门诗,赞颂雨着龙门的不朽功绩。 更得黄河出,开天此一门,千秋平大雨,万里下昆仑,雨着龙门,至一洞天,见一神,雨阴雨雨雨,神即是雨八卦之徒,列于金板之上,又有八神是策,雨曰,华须生圣子,是乳也,达曰,华须是九和神女,以生雨也,乃探欲减受雨,长一尺二寸,以和十二十之数, 使梁渡天地,与其执持此简,以平定水土,持身之神,及西黄也,持一记转二,至说,雨欲西黄,伏西赠雨欲解,用于度量大地,山川河流。 接着雨又治理梁山及其之脉,治理了太原地区,一直到太阅山之南,又继续治理了衡水和脏水。 聚灵屁太华,神力左龙门,九条河道通,冀州水患瓶,至此冀州,衍州,青州的水患已基本平息。 剿灭香柳孔人被免职后不思悔改,反而变本加厉,对抗朝廷,利用手下香柳暴虐一方,孔人的封国在雍州一席,孔人和香柳狼狈为奸,残害生灵,暴虐百姓,平时险阻,对抗朝廷,干扰治水,于是与杀死香柳, 积拿孔人压界至帝都,顺向瑶帝建议,把公公流放到游州,治理雍州解决了孔人和香柳之后,接下来治理雍州水患,英少曰,雍,雍也,四面有山,雍色未故也,殷气雍于也,雍州以西是黄河的源头,湖口,龙门左开后,许多雍色在这里的水得以排出, 但由于基石山的阻挡,其上游大量的水仍拥塞在那里 上书语工,记载,大禹岛和字基石,至龙门,入于沧海,基石山位于青海东南部,为昆仑山脉装之,藏名叫阿尼玛青山,意味黄河之祖,海拔6282米 黄河从渤海中流出,古渤海包括渣灵湖在内的广大地域,可以说,黄河从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发源后,被八岩朗马山和坐尔博泽山所组,形成了黄河源头第一个巨大的湖泊,渣灵湖,黄河在渣灵湖中经过回旋喘息之后,从湖东南散乱地流出,中间又经过一条长约二十年, 十公里,宽约三百多米的黄河峡谷,分九谷注入第二个湖泊,厄陵湖,入于所岛基石山,黄河绕基石山东南流,流出青海进入四川,受到民山阻挡,激流折转,梦然着向西北流去,穿过基石山与西青山之间的甘肃马曲线,流反青海,形成一个大曲折, 这一段河道就是九谷黄河的第一湾,这里是大宇治理黄河的源头,宇佐通了基石山,是永州的基水得以排出,宇又开凿了西青山,珠宇山,甘谷县西南,至此,永州水换平溪,珠宇山沿上原有大宇治水,时的一记宇滇珠宇摩崖, 宇佐基石山得到一块玄域,上书玄基前约,宇开龙门,倒西石,玄归出,克渊言喜悦,受得天赐佩。 大宇治水始于基石,其中基石峡是个重要工程,基石峡位于寻化萨拉独自治县,与明河回族土独自治县交界整个峡道长, 二十五公里两岸大山插云,峭壁耸利谷中滔滔黄河由西面奔腾,而下水声湍急深阵如雷水晶珠,对基石峡有这样的记载,河北有层山山沈陵秀山峰,支撑历时数百丈亭亭皆数。 接着,雨又开导了渭水上游的鸟鼠,铜学山,千山,骑山,京山,使关中河流注入渭河东流,渭河畅通无阻,直入黄河,金水,漆水,菊水,菊水,菊水,落水从北面注入渭水,风水从南注入渭水,迫使难来的黄河水在华山北华阴铜关向东流,而不难以四溃, 其山到天水之间的平原地带,水会了,若水河离山西北向西流去,三维山地区也可以助人了。 雨继而治理焚水,使积蓄在太原及火泰山一带的洪水流入焚水,平阳西部,北部的洪水危害彻底解除。 这样,雨昨通鸡石山,倒水入湖口,经雷守山道中条山道三门峡抵住山西城山,王无山道太行山道恒山解石山,使黄河河到南河自同观向东畅通,经过孟金,落水入河处,到达武河南武市港头霍日在城高,向东经过贡水,汽水,浊张水,降水的入黄河处, 金河北肥乡与周许间,流人大路则,向北分为九条直流,共同承受黄河之水,把它顺利地倒入海,至此整个黄河水系水土得以平复。 黄河自大雨治理之后,在下游虽然也有过几次改道,但是总的来说,黄河为立而不为派,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。